嗨,嗨,大家好,我是Kevin 現在的時間呢,是9月底 那各位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會是10月初一個夏末 秋初的季節 這個時候呢,天氣它不會有以往的悶熱 甚至到了晚上也會有一點點些許的涼液 那我覺得比起單純悶熱的夏天來說 在搭配上是有很多選擇性的 因此呢,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五套 那我覺得適合這個季節的搭配給你們一些參考跟靈感 那就跟阿波說,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呢,第一套就是來自Wolf Sound的圖梯 以及Nautica的寬版卡其褲 再搭配了Nike跟Undercover連連的Overbrake 那其實圖梯跟長褲的搭配啊 算是一個四季都很實用 也很百搭的一個搭配方式啦 只是說呢,因為現在畢竟已經是要到秋田 會稍微微涼一些 所以呢,在褲子的選擇上 我這一條Nautica的厚度 會稍微厚一點點來增加搭配上的分量感 同時呢,因為我自己覺得圖梯啊 就是一個比較有個性、接頭感的單品吧 所以在搭配上呢,我就一樣選擇了比較寬的輪廓 來呼應這個造型 包包的部分呢,因為我的衣服圖案啊 雖然說整體是酒紅色 但是呢,在中間的這一塊 其實是有一個藍色的人的圖案 所以呢,我的包包就一樣選擇了有 藍色跟白色格紋的 來自Off-Duty的側背包 然後這個側背包也是走一個非常大的路線 因為我的整體造型是比較寬鬆的嘛 所以所以我的包包就一樣選擇了比較 比較帶比較誇張的造型來呼應我的整體穿搭 然後帽子的部分呢 因為以往可能通常都會搭配棒球帽啊 或者是五分帽之類的 比較簡單、基本一些 那為了讓我的整體可以再更有造型度呢 所以我把帽子更換成了是來自HWDOP的貝雷帽 然後比較有特色吧 然後飾品的部分啊 因為我這一套其實顏色跟輪廓都已經蠻豐富了 所以為了不要因為飾品而讓整體的造型變得太複雜 所以說在項鍊啊 以及手環的款式 就選擇比較簡單素面的造型 微微的加分就好 不然我覺得太多的話 反而會有一點模糊焦點吧 接著第二套 是一套比較誇張的對比搭配 上衣是搭配了來自Beans Japan的寬鬆襯衫 但是呢 褲子則是選擇來自GAP 比較短、比較合身一點的泡泡紗、短褲 襯衫比較oversize 比較誇張嘛 但是呢 褲子是比較簡單的西上褲 所以在整體的穿搭比例上 也不會因為 版型太過寬大 而導致你的身材好像變得很矮、很短 那包包呢 就是選擇來自Porter的一個小掛包 跟大家之前介紹過 在襯衫的作用上啊 尤其是這種很寬大的襯衫 真的很難搭配項鍊 通常會因為鍊長的關係 導致這邊變得很憋很卡 那這個包包呢我覺得它在長度上 剛好可以符合襯衫之外 再來就是它的形狀跟風格性啊 也不會太強 配上襯衫也不會說好像很奇怪 或是很不搭搭 所以這點也是我自己 很愛這個包包的原因啦 然後再來就是配色的部分 其實整體都比較簡單 褲子、包包、帽子 都選擇了深藍色的呼應 所以說呢我就在鞋子選擇了來自 VANCE的拼接鞋款 它的顏色啊 雖然說比較豐富一些 有很多的材質、很多的花紋 但是其實它的顏色 也並不會到太過誇張 搭配上襯衫跟褲子 還有包包的顏色啊 我覺得是有特色 但是呢不會過於浮誇 而且呢因為上面的面料 是使用的像燈心絨啊 或者是MMI的那種鋪麵的材質 最硬上即將到來的秋天啊 我覺得在氛圍上也是非常適合 接下來這一套呢 就是我自己平常有時候 趕著出門或者是想要偷懶 不想穿太複雜的時候的搭配 就是一件簡單的素T 然後配上牛仔褲 再搭一雙白色的鞋款 尤其是淺色的牛仔褲 搭配上一件寬鬆的上衣 那個輪廓、那個造型 真的是我最最最喜歡的 一種穿搭方式之一 那褲子呢是選擇來自STUZY的寬鬆牛仔褲 鞋子呢則是來自VEGRA的白鞋 那衣服呢就是我自己的品牌PPP 我不知道各位看到影片的時候賣了 就是我接下來會推出的一款新的素T 這一件短題真的是我自己 超級超級滿意的短題 因為當初在設計上 我就想要找一個材質 是可以厚棒 但是又不要像傳統的重磅 這麼硬這麼不舒服 要維持柔順 自然的垂墜感 所以在面料上其實就挑了非常非常的久 最後呢存到了一個叫做夾滑棉的面料 那這個棉所做出來的衣服 真的是完美的符合 我剛剛前面所說的那三個重點 同時呢 這個衣服我也經過測試是 下水之後不會鎖水 所以大家也不用怕買來 本來剛好或是寬鬆 洗過的時候就變成是另一個樣子 然後版型的部分呢 畢竟我是矮個 所以我知道蠻多男生在找寬鬆T恤的時候 很容易會變成是要嘛不夠寬 要嘛是太寬太狼便的太邋遢 所以在當初的設計上 我就把衣長跟衣寬都做了設計跟調整 還有袖長也是 盡量讓各個身高的人穿起來都可以維持 是寬鬆慵懶 但是又不會讓比例變成是很矮很短的樣子 唯一比較可惜的點就是它的售價 售價的部分呢是1180 我知道各位聽到會覺得說 哇靠你見短提賣1180也太貴了吧 但是呢使用佳花 沒所自說出來的短提啊 成本是一般T恤的兩到三倍以上 所以在定價上啊 我也是跟團隊討論了很久 盡量壓低到大家都可以負荷價錢 但是我們團隊也可以賺一點微博的錢來過活啊 畢竟做一個品牌要花的錢真的是兩度 雖然這樣講啊有一點不要臉 但作為我自己做出來的第一款T恤 所以我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滿意 然後如果想嘗試寬鬆版型的各位有買的話 我覺得你們不會失望 好接著講回來穿搭褲子衣服鞋子都比較素面嘛 所以呢我就加了一些飾品來點綴 然後我覺得如果大家平常有攝影的習慣 也可以去幫你的相機買一個好看的背帶 那有時候背在身上 一來是如果你臨時想要拍照的話 拿起來就可以拍 二來就是我覺得相機搭配背帶 在真的造型上也是一個滿不錯的配件 所以有相機的朋友可以試試看這個搭法 接下來沒有錯 我最愛最愛的豹文 那這些襯衫呢是來自Beams 然後它的版型呢是參考日本的傳統服飾 你之需做的設計 所以它的袖長會比較長 我扮演比較寬鬆 會比較慵懶 比較佛自己的喜好 但是呢因為我這一套 又不想要那麼那麼接頭 所以我在褲子的選擇上 是搭配了比較像西裝材質面料的微喇叭褲 在褲管的部分呢比較窄 然後到了褲腳的部分會稍微放開一些 再搭配一雙比較有分量感的 Mihara貝殼頭 讓整體呢可以是 接頭感中帶一點點的正式 不要太過的休閒 然後因為其實整套的搭配啊 我自己覺得只有衣服少了飾品的點綴 還是比較素一些 畢竟我的豹紋襯衫及它的視覺 是很搶眼的 所以說為了不要讓單純的衣服分量感太重 所在手部呢還是加了一些 手錶啊或是手環 戒指的飾品來增加我的手部份量 雖然大部分的花襯衫可能都會搭配得比較休閒 然後比較度假風 但我覺得有時候如果你把它搭配一點點的正裝元素的話 也會讓整體的造型變得更有特色 更有自己的風格 大家可以試試看 接著下一套就是走一個比較Urban Outdoor的風格 用了長袖跟短袖的雙層搭配 再配上了Wiston的機能口袋褲 以及Holka的Ultra Low 整體呢下半身是比較偏Urban Outdoor 那上半身就是比較休閒 再接頭一點 包包呢則是來自PVP之前推出的小包 然後它呢除了柴片很多之外 同時也是防潑水的面料 那我覺得跟褲子可以互相呼應一下 那個機能的感覺 那上衣的部分呢 其實我一直都非常喜歡長袖配短褲的這個比例跟搭配 雖然說它就明明只比短袖多了一節而已 但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它的造型特別的好看 那在長梯的外面呢 我一樣搭配了這一次新出的短梯 因為我的短梯是做寬反的輪廓嘛 所以剛好到了秋天能夠內搭一件包長梯去做造型 一來是比較有層次之外呢 二來就是我的左胸口的口袋啊 是比較有分量感的 那在造型上也會更有細節 最後呢就是搭配一點來自DECO的拼接帽 如果近幾年啊 可能大家穿膩全身都是機能的Urban Outdoor的話 也可以嘗試用拼接啊 層次等元素來搭配機能 一樣也會好看 但是非常的不一樣 好 那以上的五套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夏末秋初搭配啦 那接下來呢 秋冬也慢慢要來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準備要購物的單品啊 或者是今天的搭配裡面 五套裡面你們個人 最喜歡的 他都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就分享的分享 討論一下 好 那今天就這樣 穿的話喜歡我的喜歡 那別忘了訂閱我頻道 還有IG 然後小鈴鐺 請幫我點讚還有新影片 那今天就這樣 我是Kevin 我們 下次見